這個題目看起來很難 可是實際上如果我們去對應的話 其實應該還好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1,2,3,4,5,6,7 好,老師先從這邊 從這個造型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裡一定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造型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結合三句法 先把它做出來 這邊是要多了一個 一塊出來 所以這同學要互相靈活運用 所以我這裡就可以先這樣子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不一定要從這邊去找 好,所以你看4 對應下來 只有這一條線或是這一個面 可是這裡一樣沒有一條 跟它一樣高度的斜線 所以我就可以斷定4在這裡 好,再來 它上四圖切成這樣子 這我們等一下再來切齁 這比較難 所以我們先慢慢來 你看喔,7 對應下來跟它一樣的 也只有這一條 這個面或是這一條線 好,我們對應下來 咦,有一條斜線 所以7會不會是像這樣子 我們先預設7會不會是一條 所以它是對稱的 好,再來 有斜面 有斜面 對應下來 咦 這會不會是 好 這裡又一個 一條 一個 四方斜面 它會不會是長成這樣子 好,慢慢來 好,這比較難厚 它會不會是一條 一個斜面 這個斜面 那個斜面 會不會是長成這樣子 這位老師先把它擦掉 好 所以有時候在畫三四圖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稍微假設一下 好 其實這個斜面在這裡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六 六這裡來看一下 六它這麼寬 對應下來只有這一個 當然也有這一個斜線 所以斜線我們去看 這邊 有沒有跟它一樣形狀的 沒有一樣形狀的 所以它對應一定不是這條斜線 所以它一定是這一個斜面 好 這一個面 好 這條線 對不起 所以這條線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像這樣子 到這邊 這個角落 對不對 這裡再過來 所以它是一個 六是像這樣子 一個平整的面 好 這裡被削掉了 好 這裡 也被削掉到這裡 好 所以你看看 1在這裡 2在這裡 3在這裡 4 5 6 7 好 所以 它這個造型應該就是長成這樣子 好 我們對應一下 好 好 因為老師畫的那個角度不大一樣 所以基本上還是造型是這樣子